曾经轰动一时的经典案例 姚氏侦破失踪案 意大利女子玛利亚罗斯巴塞莫耶 Rosa 夫西在意大利罗马一家健康诊所工作 她曾经利用自己的姚氏功能 侦破了一宗失踪案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事情要从2005年年初说起 有一天 一对神色憔悴的夫妻敲开了巴塞的门 在坐定之后 他们向巴塞出示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女子叫 基亚拉巴里菲 Kara Borifay 大约30岁左右 是这对夫妻的女儿 基亚拉在2002年底的一天出门 就再也没有回到家 巴里菲夫妇找遍了亲戚朋友家 也没有她的音讯 他们报了警 然而一晃两年多过去了 警方还是没有找到基亚拉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巴里菲夫妇来找巴塞 因为听说她有一种特异功能 只要看着一个人的照片 就能知道她 她的情况 看着基亚拉的照片 巴塞马上就知道了 这个可怜的女子已经不在人世了 于是她看着眼前对她充满期待的夫妻俩 满怀遗憾地告诉他们 她看到在2002年年底 基亚拉所驾驶的汽车冲入了意大利北部的烤魔湖 里面巴塞说她甚至听到基亚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说的话 巴塞给夫妻俩画了一幅地图 让他们到这个地方去打猫 就可以发现基亚拉的遗体 巴塞的事情在当地引起不小的波动 因为当巴里菲夫妇将巴塞的话告诉警方 并请求警方帮助打猫时 警方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 直接拒绝了打猫请求 这迫使巴里菲夫妇和巴塞不得不另外找人帮忙去湖中找基亚拉 那最后情况怎么样呢 救援队真的就在湖中找到了基亚拉遗体和他的汽车 而警方对此感到非常尴尬 对于超乎寻常 科学无法解释的事情 总是会有人质疑的 这样很正常 有人就说了 巴塞只是碰巧猜对了 也有人说巴塞是靠推理得出结论的 因为基亚拉家住在湖附近 不过 蔡玉打捞基亚拉的救援队成员表示 要是没有巴塞帮助 他们谁也找不到基亚拉所在的具体位置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